大家好 欢迎再度回到正传媒的 李公兰的异想世界 今天李公兰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鬼故事 这个鬼是真实存在的 他的鬼叫做刘绍康 这个是我们这种半白老翁以上 听到就会觉得全身冒冷恨的一个鬼 而这样一个鬼 经过了三四十年 事实上我们突然才发现说 原来就像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一样 这个幽灵能在这个大地的上空 直逐徘徊 如果你疼惜这个频道 疼惜现在台湾这样多元自由 可以随便发言的一个环境的话 请记得在右下角的小叮当 按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本来很多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 大家现在台湾是非常自由民主 非常多元各种的理论 各种的想法各种的见解 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发挥 可是最近的一些事情 让我们突然回到了一个 黎明前的最黑暗的时代 什么叫黎明前的最黑暗呢 事实上今天台湾所享有的一切自由民主 在三四十年前想都想不到 而这样一个想都想不到 在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是有一群鬼的 而那群鬼真的非常恐怖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鬼呢 是因为最近民进党的立委 黄国书被人家点出来说 原来他曾经被情治单位所吸收 他当然自己也马上去处理这问题 进行了删退 而之后呢 又由民进党的前副秘书长林中正呢 又想到了一个前党主席 讲过另外一个前党主席的故事 那当然里面呢 因为事者一役 有些真相呢 变成是模糊不清 可是那样的故事 其实在二三十年前 我们都有略略的听到 当然无从求证 那这个鬼是什么 其实这些人呢 坦白讲就如同很多人去看的 在那个历史里面 其实他们都是在那一个环境里面 他们其实都是在环境里面 受到很多胁迫的人 而这被胁迫的人 其实正关键的是 上面到底谁是最主要的加害者 而这样一个加害者 他到底曾经给台湾造成了什么影响 甚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个题目 是因为有很多时候 那个加害者造成的影响 其实到今天为止 都隐隐难难的存在 这个故事就叫做刘少康 刘少康办公室是当时的时候 1979年到1983年 在台湾解研最末端的时候 对台湾对我们那个时候来讲 因为刚刚成年 刚刚接触社会 刚刚理解这个社会 最难以忘怀的记忆 而那种记忆里面 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还非常的零碎 因为那个时候还非常的隐晦 而那个时候我们也承受极大的压力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忘了 那个时候叫做台湾是全世界最久的戒严国家 长达38年 而我们读大学的那个阶段 刚好是那个戒严的最末端 当时其实我们回过去的时候 很多人会把那个时代叫做启蒙世代 而这个启蒙世代的背景是这样子的 当时美丽岛事件之后 全台湾一阵疏杀 而事实上在那一阵疏杀的时候 美国又跟中国建交 整个台湾充满了一个亡国的恐惧感 而当时的蒋经国 其实他的糖尿病也很严重了 体力和精力也慢慢不行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 本来叫做国库专案 就是说要怎么样让国家稳定下来 所以在这个国库专案 以前的蒋经国在蒋介石来到台湾的时候 帮台湾建立了九大情治系统 统统由蒋介石直属 所以现在的国安会国安局 就是蒋介石所建立的 然后九大系统都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 可是那样一个体系 慢慢的蒋介石 蒋经国也觉得说 可能无力去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 就由他的亲信 政战的将军 王申将军 在那个用国民党中常委 那个时候的国民党中常委很大 中常委的身份 在现在台北市信义路上 移动出版社的楼上 成立了一间办公室 而这个办公室的名字 取名少康中心的意思 叫刘少康办公室 那因为王申是整个蒋经国的亲信 从蒋经国干难的时代就起来了 所以面对台湾当时的情况 开始对内形成了一个凌驾于党政军级特 所有系统里面最高的指挥关系 所以如果大家有时候会听到有些老人家 像我们这种老人家 开玩笑讲三合一敌人 三合一敌人 共匪 然后叛乱分子 与中共唱和都是台湾的敌人 这个名词就是刘少康那个时候所发明的 而这个刘少康办公室 当时为什么会变成对台湾一个监控 因为那时候台湾刚刚兴起了一个 整个的取名欲动 什么叫取名欲动呢 那个时候 美丽岛事件之后 一阵肃杀之后 15个充满正义感的律师 主动的替美丽岛向施明德 吕秀莲 这些人辩护 所以就是律师时代 而这律师时代 后面就延续的创造出了所谓的学运时代 也就是现在至少在民进党里面 主要的接班和主要的控制 掌握执政的主流时代 而这个时代里面当时的话 首先是整个律师时代 然后在那个大省的过程中 美丽大省 很多台湾人都受到刺激了 很多台湾人都在想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子吗 而且当时的时代背景是 台湾第一批战后 然后去美国留学的留学生 开始陆陆续续回到台湾 那回到台湾之后就带来了很多 在国际上过去在那种封闭 禁科禁输的时代里面 没有想过的故事 而当时呢 因为台湾的经济也开始 实大建设完成 复苏了 所以很多活动很多旅游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救国团的自强活动 很多大学生开始下乡服务 开始去看到很多东西 都跟课本讲的不一样 都跟从小相信的不一样 看到原住民 看到农民 看到渔民 看到污染 才会发现说里面有很多问题要讨论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陆陆续续的 很多澎湃重新反省的声音 然后可是在那个时候呢 同时的就是淡江那边李双泽胡德夫 开始在想说 我们怎么总是在唱那些国恨上位 雪的伤痕恋啊 长江黄河 开始他们要唱我们的歌 也就是大家现在所讲的校园民歌 校园民歌在当时的时候 激起我们那个被那么 投入的关系 那么有感情的原因是 因为那是属于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歌在土地上 而这个环境里面 接下来呢 很多的中产阶级 因为经济好也起来了 重视环境 所以消费者运动 环保运动起来 然后在这个时候又有我们的歌 然后台大呢 就是刘依德李文中 所谓的最早的五人小组 受到了启发 所以开始叫五人小组 开始要推动民主观念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 连卢梭的民约论都是禁书 所以在这个时候 整个社会就开始澎湃的去追求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民主 这样一个威权戒严情况 会有什么情况 所以从台大有自由之爱 政大有野火 然后又有路感反杜邦 开始是对于工业污染 然后新竹那边的 樊里长龙的污染 开始学生里面 开始串接起来 社会上呢 叫做延续党外相伙 所以像陈水扁 谢长平 苏贞昌 尤青 这些人投入了选举 而这第一次的选举里面呢 林义雄的夫人 方树饼呢 很少 全境最高票当选 所以整个台湾就开始民主 追求自己当主人 这样的意愿 可这样一个意愿里面呢 王生 那就统治了 当时把国安会 国安局 军群局 调查局 警总 海巡 国民党内的文工 陆工 海工 清工 还有新闻局 统统的统整在他下面 用他的权利 叫刘少匡 开始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些人在搞什么 这些人是不是敌人 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就开始有部件 有调查 有很多时候 你比较难的学生 你可能就会被要求 或你比较难的公务员 你可能就会被要求 要写社情报道 不是社情 是社会情势的报道 每次放假 每次出去 就要固定的被迫交 所以整个台湾开始有一个 就是1984欧而讲的 老大哥在注视着你 整个刘少康大哥在注视着你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形成了当时的那个 非常惊恐的气氛 而且事实上 你说我们当时知不知道 我们都知道 因为当时能够读到大学 能够比较参与的这些人 说实话 那个时候大学录取率非常低 先从高中 国中升高中 就已经被用那个 技职或能够升学 就已经7比3的比例 被刷了一次 只有三成人读大学 然后在做进到大学的时候 录取率不到20% 所以其实 最后能够进到大学 大专院校的 大概都是彼此之间高中的同学 或者互相认识 都是那些有地名的学校 所以其实大家串来串去 可是当时的国民党 不准学生跨校联谊 不准学生跨校活动 都要经过审查的 不准学生在校园里面 发表刊物 不准学生发表言论 所有东西都被掌控 在那个掌控之中 可是大家的整个情绪 然后大家整个追求 这个东西不符合民主 蒋介石天天讲说 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叫做民主中国 要对上那个独裁中国 然后大家又开始 最早是打折南旗反南旗 每个人重新从孙中山里面 找到了很多民主自由的言论 所以在这个对抗之中 其实刘绍康就不断的弄 但是后面 因为刘绍康的权力 王生的权力太大了 有一天蒋经国才突然发现说 他的整个权力被凌驾了 所以蒋经国突然在 1983年的一次中场会里面 突然之间 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 就说王生辛苦了 最近很辛苦 所以就把刘放到中南美洲去当大使 刘绍康就被解除了 可是解除之后 可怕的事情是 就像魔戒一样 这种魔戒 当你带上去之后 如果你有一个 这么庞大的力量 这么可以监控所有人 所有人对你都怕的 所以当时就产生了很多 这些魔戒 这些情治机关 在那个系统里面 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脉络 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多绵密 今天处长会讲说至少有三万人 跟三万人之上 在掌控的这群人 开始自己的互斗 所以再回到后面的时候 接下来 我们看到说最近 你知道黄国书的事件里面 但黄国书自己也深测的反省了 但是 19到 1995 1996 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解研 解研六七年了 还在继续的在这个系统 然后后面还记得 我们在清华大学那时候 到我们学地的时候 廖伟成的一个无花果 只是因为看看死民的四百年史 有一本简体制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 就被抓了 就冲到校园船进去 其实那时候后来知道那是情治系统 当他们上面没有人的时候在互斗 而这种互斗就造成了台湾 其实一直有一个情治系统 在背后可以去掌控 可以去监听 可以拿很多情治去限制你 去掌握你 甚至去谋取他们各个系统里面 对上面忠诚 或对上面交换利益的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一直非常幽暗的在运作者 而这个运作者 你说到了李登辉上来之后 台湾开始全面的民主化有改变吗 并没有 回到当时李登辉在接位的过程中 曾经有一次惊心动魄 大家如果去翻历史随便去叫 叫做二月政争 主流和非主流的斗争 那个时候就传出很多彼此系统 各自在帮连刘少康留下来的那个系统 已经分裂了 已经分散了 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内斗 所以不管是主流或非主流都有互相监听 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在最后 那个国民大会在阳明山的时候 连林阳港都怕被监听 都不敢跟人家讲话 你就看到那几个国民党当时的大佬 拿着馒头边吃馒头边盘队 然后甚至于有些国大在开会的时候 李登辉都知道 他们里面有些动作 想要去拉蒋伟国出来 这时候监听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刘少康都已经离开了 王生都已经离开了政坛10年了 其实还在被运用 然后李登辉当然完全否认 李登辉完全说没有这回事 可是等到李登辉在卸任之后 竟然有个国安秘葬 这个国安秘葬 拱案到现在为止 还是台湾搞不清楚的谜 里面怎么运作 那么多的钱 到底是哪些人拿去了 做了什么事 现在是个谜 李登辉说完全没有这回事 可是后面民进党案陈水扁 还有宋楚瑜感受很深 就是突然在当时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一个系统拿出了一份的档案 而这个档案里面叫做宋楚瑜的新票案 账户多少钱 什么都存的资金流向 所以就有这种秘密系统还在运作 宋楚瑜当然也吃了很多亏 而陈水扁当时其实是我们所了解 也收到这个特殊系统给的资料 但是陈水扁拒绝 那陈水扁拒绝 陈水扁又是第一个台湾民选出来的 又是美丽岛事件 去抗拒这种独裁统治 所以大家总会相信说 你让你陈水扁 应该就会去改革这种现象 可是后面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几个基层调查员 在陈水扁就任没多久 组织起来 正式的向社会说 他们每天要写一份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国安日报 每天早上收集勤资之后 集中上去 放到陈水扁办公的时候 第一份看到的报纸 跟我们看的报纸不一样 叫国安日报 而国安日报的内容主体 叫做政治真房 而这样一个事情呢 陈水扁当然出来否认 说绝对没有这些事情 他绝对不会做政治真房 可是后面当2006年红杉金起来 陈水扁差点垮台 然后整个情况之后 那时候又出了一个故事 就是陈水扁和原来跟他情同父子的李登辉 竟然闹翻了 那为什么闹翻了 那有没有利用情知做什么事情 是当时的时候 包括李登辉的传记 还有李登辉的一些都有出来讲 陈水扁在有一次李登辉生病的时候 去看他的时候 突然从口袋拿了一个字条 上面有两个名字 暗示 你有一些东西在我手上 李登辉非常生气 所以李登辉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特别是在扁岸 红杉军那个时候 甩都不甩深水扁 好了 这些情形都过来了 当然马英九那时候也常常讲 马英九常常说 他在哪边开会 就不知道 资讯都知道 他被政治真房了 好吧 那08年换成马英九了 总是可以比较正常吧 可是不要忘了 马英九时代 很多人比较可能出社会一段时间的都会记得 突然之间 在一个台风之后 马英九赶回台北 进到他的官邸 夜黑风高的时候 检察总长黄世民 拿着监听资料 去敲门之后 马英九 江仪化还有罗志强 开始启动了马王政争 然后再利用王金平去印尼嫁女儿的那三天 开始攻击王金平 引起了全台湾马王之争 那样子最后当然也促成了国民党的彻底分裂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状况之下 你说这些情治系统拿到情资 没有拿来利用吗 当然也有 然后这事情过来了 到了蔡英文总是应该没有了吧 可是不要忘了2018年 那时候为什么对民进场这么愤怒 促转会张听签 签展人为了要对付侯友宜 自称自己的促转会叫做东场 也是有很多情资 也是有很多秘密 然后他们可以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诱惑 所以这种权力的诱惑 情资的诱惑 永远当你被建立起来之后 他的幽灵 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整理 好好的去反省 因为随时很可能复化 包含到这一次 为什么突然之间 在这个时候 黄国书被掀出来了 事实上黄国书的事情 新潮流知道大概半年以前 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掀出来 到底为了什么 其实很多人很关切 但是还不知道答案 可是在这过程中 你看背后 是不是有人可以用情资 用公权率所取得的情资 而这公权率未必完全合法 但是可以做政治上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我们现在面对 现在这个事件 不管是所谓的廖北亚 或是反省 或是曾经是被吸收的细胞 我们应该反省的 而这件事情里面 之所以重要 我们就回到 其实这是一种诱惑 民主国家都有 美国最有名 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的人 叫做福佛 FBI的局长 在FBI当了37年 简直像皇帝一样 因为福佛呢 就是在他的任内里面 收集了各种资料 各种情况 各种的资讯 然后呢 福佛呢 后面呢 在美国呢 比美国总统还大 他你看美国美四年换一个总统 福佛侵略了五六任总统 没人敢动他 而福佛呢 常常的呢 就把这些秦司拿去做斗争 最惨的时候 就是1950年代 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的时候 整个美国被斗到 完全的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于盐原子弹之父 欧本海默 都被迫流亡 从此落寞已松 那个都是利用公权力 可是呢 美国的总统 我也是期许我们未来政治领袖 想一想什么叫民主规范 从詹森 到艾森豪 到甘乃迪 整个福佛呢 想要去见他 拿着很多资讯 想要去给他说 我可以帮你对付谁的时候 结果詹森 艾森豪 甘乃迪 俱见 这个是一个风范 就是如果是这些情况 这些资讯 这些隐私 他是拒绝的 他是不愿意去看到的 他不愿意见福佛 最后呢 还有一个情况 到了1960年代 尤其是1968 最有名的 就是美国开始的 整个1968学生运动 引起了我们现在 新世代的一个彻底的变化 这个1968 从法国的学生 美国的学生 嬉皮 还有更多的各种多元驾驶 这个创 然后反越战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有的是人权运动 当时最重要的黑人人权领袖 叫做金恩博士 他是个牧师 可是呢 当时慢慢的也都出 现在的历史资料也都出来 他呢 在师德上 可能有亏 当然因为他是个牧师 也许一般人来讲还好 他是个牧师 可是他有嫖妓的记录 他有稀释不良药品的记录 而这样东西在牧师身上 尤其在五六十年前 那样保守的社会 其实是个大罪 福伯拿了这些 甚至有一次调查之后 把里面包含金恩 陈金恩他的秘书 照片资料 甚至是召记 召了一些性工作者 三个人四个人多人的 这样的资料证据都拿出来 可是美国的所有媒体 都完全拒绝康宰 当时的纽约时报 讲了一段话 那用这种公权率取得的资料 这种龌龊程度 比牧师去做这些 尤为失德的事情 更是人神共愤 我们不能众人这种邪恶 拒绝这种邪恶 所以美国媒体在这个时候 也有一个巩固基本价值 这样一个情操 美国的总统也有这个情操 所以美国当然除了 后来黎克森水门案 他去监听 滥用情治单位 就垮掉了 所以希望从最近的 这个皇国术事件 引起来的状况 我们希望我们将来 不管是哪个政治领袖 我们的媒体都记得 美国面对复活的时候 给我们的启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